像這一棵是紫檀嘛 厲害齁 十年就可以長很大 但是二十年就可以蓋樹屋了 這三十幾棟 這差不多三十棟左右 這一棵是我大哥種的蜂香 我們十年前送走爸爸去天堂 然後那一天就邀請媽媽 我大哥的家庭 跟我太太肚子裡面的老大 就一起種一棵 紀念老公 紀念爸爸 紀念阿公的樹 那一棵那時候才這樣 就三十公分左右 然後大概樹幹是這樣而已 就是你看也很大了 所以十年也可以成樹 我們正打算今年他如果長感染 要來做蜜餞 我有跟我爸爸講 我說我如果做蜜餞有成功 我第一就拿去他的零錢 跟他說爸爸 這個要耗盡他 但是我拿你吃 雖然我不是經濟很寬裕的人 但是我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是用我能力所及 兩千年之前我就有在巴掌溪種樹了 大家都不成功 我覺得他既然半年後有活就不用我照顧了 結果我哪知道 再半年後有活就乾 沒辦法 因為農民變成是種花生啊 種西瓜 他都把它撤掉了 所以我說這樣不行 因為我沒有去 對那個地方人的部分有所接觸 我會做白鋼 我們想要把環境變好 然後你願意去跟他變成夥伴關係 那就這樣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一直累積 今天校長跟大家介紹一位 台灣最會種樹的男人 就是我們的盧民室盧老師 要來看看你們的樹 有沒有把樹照顧得好 樹不是說我們想給人家 人家就盤人 沒有那麼簡單 他對這件事的理解 要種手 我都覺得要種錢的 那我們這一顆小樹苗 今天由各位來種下 要有一個最硬 這個是公共益處 希望他未來一年一年長大 既然是種小樹 一定有培伴過程 因為他身高分 不管是孩子或女生或男生 但就那個身高的過程是相當的 那就是疑伴過程 透過孩子去照顧去觀察 去瞭解樹木的成長 那也自己也會 跟著這棵樹也不斷在長大 有時候那種喜悅 那種在地的認同 那種情懷 是會在心裡面自生出 養成出來的 介紹一下後面這一個大樹 叫做百年樹人的藝術作品 未來你們當媽媽了 當爸爸了 當阿嬤了 當阿公了 再回來看 你會看到 這棵樹也大得很大棵 我們會希望他跟你們是一個 互相陪伴的關係 你們以後 六年級以後當然會離開 點國小 但是常常回來看他 我們會看這一棵 你們協助一起種下的孝樹 這個空間就是司令台操場跑道這樣構成 對於學校空間的一個固定的一個框架 我們想改變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那需要溝通 不管是老師們的溝通 家長們的溝通 那原本這座山上面是種了很多的樹 所以我們希望把樹種回來 所以我們孩子是很習慣到這個 我們叫運動場的中間去遊戲的 那跑到戶外天氣很熱怎麼辦 那我想就是種樹了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一個 情感種樹的一個選單 然後孩子就去找他們比較有感覺的樹 他們種這個樹非常的辛苦 就是希望他是十年二十年 就是其實是為未來種樹 我董事的時候那一片地就是在種 阿祖祖 如果要經過手機啦 如果要經過咖啡啦 因為我們是朋友 他跟他說他媽媽有學的親戚 阿公說夠本人要回歸大自然的 他有想做這件事 那等於他願意讓我們參與一點點 很正啊 這棟子集合差不多 五十三棟左右啦 要過去 歷史完了啦 大家的溫孫來 我也會叫你來抱著這一棵 她是說這棵樹有紀念性 我們女兒出事 就是我們女兒出事那年她種的 她的大棧後會做醫療 沒有做人不敢做 要在這裡做守護神 希望我們這兄弟姐妹 我們這家祖兒大家平平安安 順順碎碎的 大家感情更緊密 更融洽 我們去咖啡田種樹 這一棵是又有一歲的時候 這麼大 跟養毛小孩不同 樹這個生命體 它是小時候你呵護它 它陪伴你長大 後來你仰望它 它已經是你一個 可以跟它講講你心情好或不好 類似長者的角色 我們所產生的潛感是 那個挖一個泥土 然後你種下它 你會給它祝福 那我覺得這樣是 在種樹裡頭一個很浪漫的想像 它會再一帶一帶團下去的 這個部分作為所謂的家庭樹的連結 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那就這一棵 你們要一起喔 你們要一起喔 它會不會很脆弱 它很脆弱 但是我們一定要相信它 哇 好小的樹 好小喔 來來來來 心情又慢了 好小喔 好小喔 來來來